你 嫂子 你干吗呀 最近 之前酒的伪货都卖完了 晚上又新定了一批 你说不就近了点了 你竟然也不能凑齐三十万呀 你别弄了 你没事 放心吧 还有好几天呢 继续有奇迹出现呢 只要有一些希望 我就不会放弃 我就不离婚 对了 那个 我欠三十万的事 别跟我家里人说啊 嗯 谁都不能说 嗯 别想听我们说 来了 你不见我 沉默 是何 哎 孙姐 啊 来之前也不打个电话 我给你在家嘛 坐坐 我给你倒水啊 啊 愿与爱 欺挠黄海之遥 好好生意每一天 你这什么玩意儿整一堆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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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有凶 凶罩啊 你这几箱子呀 全是啊 都是凶 凶罩 还有内裤 你要是你个大老爷们 你不好好练拳 你鼓得些凶罩来干什么啊 这是 你有毛病啊你 我这不是就弄点副业嘛 你说我每天练拳练得那么辛苦 你也不给涨点钱 你别给我瞎扯 你弄这东西你到底干什么啊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今天黄念念跟我说 阿梅超英逼人晓鞋还钱 人晓鞋还不上开了个网店 我想帮助他就在网上 买点东西给他 你用学员小贤 都是凶罩 你脑子里除了装什么小贤 你还能装什么 这是两码事 我也挺听你话的 是吧 你让我干什么我也都没 不干呢 不是 你整 这么一堆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你总不能等学员毕业的时候 一人发一 发一这个 这是个好主意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咱们也没有女学员是吧 咱们学员都是帅哥 她没有女朋友 老婆呀 逢人过街上我这儿 拿点凶罩送给他们 要不分钱你觉得合适 你看哪个 你也可以带着 我跟你说 楚冠一 你这胸肌是越练越大 脑容积量 越来越少 你怎么可以神经过多 进来 妈 您真棒 耳朵真灵 你更棒 你说我今天啊 怎么那么巧呢 这一翻这个包 我看到有一个人特别像你 简直是像神了 关键是你旁边这男的吧 还特别像那个楚冠一 怎么回事呢 我就想 这不会是真的吧 妈 你听我给你解释 别乱再烫 起来 我给你机会 听你解释 说吧 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我原来去找楚冠一呢 是想替你跟嫂子出气和报仇 结果她看上了我的智慧和美貌 然后 她就想非礼我 妈 作为您这样这么有知识 这么有阅历的女性 怎么可以相信网上这些照片呢 对不对 这只是一个意外 你是说别人费理你 可是我看这 我怎么感觉是你费理别人呢 妈 怎么有你这种当妈的 存着女儿的验照 你太扭曲 太阴安了老妹 放肆 说什么呢 我看你真是不知道 天多高地多厚 你妈有多厉害了是吧 黄点点 你以后能不能 简点一点啊 你说你也没一猜 黄叔老跟前长大呀 那身上怎么她那些东西还在啊 我跟你说黄点点 从明天开始你给我老老实实在正大馆待着 一刻都不去走开 听见没有 妈 我都二十多厨人了 你不要逛我金票吧 你怎么就那么傻呀 你不明白啊 不明白妈的用心哪 你这样 我怎么能放心把正大馆交给你呢 妈怎么能放心哪 哎哟妈 我对正大馆不感兴趣 谁要接手谁去接手 住口 不感兴趣也得接 你可现在 你不接行吗 所以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不许再乱跑 更不许再去找那个楚冠一 你要再找他我就大蛇你腿 你找谁 你找谁 跟着 您找我 拿着 今儿不错啊 还有客人单独给了一百块抢费 是吗 谢谢 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 只有一百块钱 至于吗 其实也不全是一百块钱的事 主要是我前段时间开了个网店 对 衣服囤了不少 没卖出去 结果今天突然出现了一个匿名买家 把我所有的货都买走了 儿子还是高价回收 赶紧走吧 我赶紧回去啦店长 好 儿子 行了 行了 这跟谁过不去啊这是 你咱俩自己累着 请你天机不如酥头肉 四两 我说儿子 你跟你爸现在这个型的 能在市场上属于瘦肉型的 这商品还紧俏呢 知道了吗 儿子 你呀 随你老爸 咱俩也练不出来 我 肯定挺肌肉男 等会儿你再累一着 好 小夏 还不走了 嗯 我把这菜完就走 行 那妈妈先回去了啊 嗯 拜拜 明明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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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片子 不是说好了 每年生日 不管你在哪儿 都会回来陪我过吗 你躲到哪儿去 我知道 你肯定还在这个世界上 没关系 我等你回来 等你回来 给我补上 妈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停电了 爸 停电了吗 妈 停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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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坐下坐下坐下 你干吗赶紧了 都坐下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都有点想哭了吗 我给你啊 今天爸爸妈妈呀 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还有万川最爱吃的鱼香肉丝 是什么 我怎么听这么别扭呢 有亲闺女最爱吃的 有干儿子最爱吃的 那亲儿子 这一桌子菜每一道菜 都是我儿子爱吃的 妈来 我给你拿 来来来 不能给她倒 不能给她倒 我跟你说她一喝酒 这血压层的就得上去不能了 小英 没那么严重 妈没事 人家喝一点 我跟你说啊 就易熊熊 易熊熊 易熊熊 妈 你让我爸喝吧 今天我过生日他高兴 对对对 高兴 今天哪 都高高兴兴了 来来来 把杯子都端起来 我来说两句啊 从今天起 咱们老人家 不打不闹 快可乐乐 顺身俐俐 和和为美 呼呼呼呼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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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借我妹这个生日呢 我想提议一下就是以后 咱们家里的男人 能不能在家里的地位 上涨易熊熊 同意 那我向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 可以是吗 那是不可能的 哥 别难过嘛 来来 我敬你一杯 来来 我也敬你一杯 好 来来来 回家真好 爸妈 这是我这段生日来最疼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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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这孩子 有很多人花钱 你 大郎 来吧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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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讓你送貨 又算 我跟他說了明天 他不願意啊 那怎麼辦 要不你幫我送 那要不我們倆一塊兒送吧 嗯 我把地址跟面好發給你 好吧 那你回家一定要給我打電話啊 嗯 清醒點 注意安全啊 給我打電話 喂 師傅 您現在有沒有時間出來喝個酒啊 來 給你喝多酒 不要 別怪我 差不多 差不多什麼呀 差不多 我可以跟你說對不起嗎 我 你別說話 聽我說 我爸 別聽對不起 我平時又不敢說 我 我記著點酒勁呢 跟你道歉 這 一共三件事啊 第一 我婆婆把你腿弄傷了 她呢 不好意思跟你道歉 那我呢 就代她跟你說說 對不起 這杯酒 我乾了 你婆婆的事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當然有關係啊 但是我婆婆 行行行行 第二 因為那個獎杯 你好心好意把它借給我解圍 可是我沒有想到 這個事被我弄得 弄得越來越複雜 把你們兩個的關係弄得越來越糟 都怪我 我這個豬頭 我就是一隻豬 這杯 被我這個豬頭乾了 醒了啊 醒了 不行不行不行 第三件 我還沒說完呢 不是說了 第三 不錯了 作為你的徒弟 我竟然聽我婆婆的話去發傳單 師父你知道嗎 我從發辦傳單 那一刻起我就覺得特別內疚 可是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你道歉 我就是覺得挺內疚的 你幹嗎呀 方長 方長 你不用跟我說對不起 其實我挺感謝你的 為什麼說感謝你啊 沒有碰到你這麼一個二戶 不在接著 在沒碰到你之前 我的生活特別多單調 練拳 回家 看比賽 所有一切的東西都跟打決士有關係 沒有一點其他的事 但是我怎麼也想不到啊 這老天爺給我找了一個你這麼樣的人來當我的女徒弟 而且之前還是剛往水火步 你知道我第一次在街上見到你的的時候 我真的要不看你是個女的 我真想是抽你 你還想抽我 我也要打你呢 你人太損了 你打不過我 你打不過我 但是我真正開始跟你交權 我發現你給我的生活帶來了特別多意想不到的東西 就是你的種種不靠谷 你的二 你的各種各種都讓我體會到了一種 從來沒有過的快樂 是真的快樂 我覺得我以前的生活太沒意思了 為什麼沒有這麼一個女孩早點出現在 我的生活也沒有別的意思啊 只是覺得這女孩太好了是不是 對你的感覺就像一個 一個青蛙在井裡頭看著上面 想要蹦出去 但是就差那麼一步 還有一種快樂來源於什麼呢 我可以每天去虐待你 我看著你每天跑我規定的五千米 跑我 哎 反正就是那些訓練吧 然後你讓我 猛得雞飛狗跳的 我就特別的 老师傅 你太壞了 我真的不是壞啊 你就是壞 我要壞的話 我能幫你對付梅超英嗎 不會怎麼回事 還有 你說你今天喝那麼多酒 為什麼 心裡不痛快 你別裝 你是不是心裡不痛快 任小弦其實我特別理解你 你別看平時我什麼話都不說 但是你的運氣運動全部在師父那裡 你身上扛著多大的事啊 你為什麼就不能說出來呢 你嫁到他們家 那黃大宗不見了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那梅超 梅 梅超英 他憑什麼就那麼折磨呢 你憑什麼就那麼一來順手 聽他所有的直話 跟個十號丫頭似的 你就不能說出來嗎 有時候我看你 從拳館那走出來 我心裡都真不舒服 我覺得這麼一個小貓丫頭 扛了這麼多山 為什麼呀 我告訴你 你必須得說出來 你就算不跟你師父說 你可以跟你那什麼 什麼什麼 不問真說 是吧 不是黃大宗他有什麼好嗎 其他哪個男人不如他呀 我不許你這麼說他 你看你 你看你就是這樣 你心裡的難受你還不讓人說 我告訴你什麼小姐 你再這麼想你會得抑郁症的 不要再說了 你要再說要救我打掉 你打得過我嗎 打不過我要再打 打不過你也聽我說 工作幹好 有人說你好 工作幹得不好 沒超 英一樣不會說你好 所以你就愛害怕害怕 想說就說 想發覺就發覺 就像今天一樣 你想喝酒你就喝酒 來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 快樂 夢想 今天最重要的 什麼夢想 你的夢想是什麼樣子 我的夢想想就過了 當一個舞蹈家 我的夢想是 我的夢想是正在舞台上 不是正在那一台上的 你知道嗎 我從小到就想要自己以後 不是一個 人在舞台上可以練起舞的天使 天上掉下來的狗屎 可能就在那一天 就是我跟你說 我跟 萬產比我的那一天 我那麼就徹底破甩了 我跟誰都沒有說過 也沒有人會理解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就像是 過了今天晚上 明天你再也不能打拳了一樣 那你懂嗎 来 汶川 芬姐 你怎么才来啊 不是 这 那个我刚才来的路上 车子有点不好 这一全是啊 芬姐 照这么看 楚冠一就是 小贤他嘴里说的那个 命名大客户吧 楚冠一这么做 就是为了帮小贤 你千万别给收漏了 我不会收漏的 我现在想帮他还来不及呢 谢谢您吧 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谢楚冠一吧 芬姐 但是那个楚先生 为什么要用 这么奇怪的方式来帮他呢 不这样做怎么办啊 梅超英逼着小贤 月底钱还他三十万 任小贤不接受别人的帮助 靠他自己的点反事 什么时候能挣够了三十万 还给梅超英吗 是 哎 ø 点 Striна 眼 lend 解脆弱 目非 Ой 口君大静 得飞 哎 哈哈哈 哎 住 réuss 别 别别别 别别别 我别别 不教你别放了 不要放什么 不要 不要放下 不要 不要 你先放下 放下我给啥啥 那我以后挣的钱的就不用工作了 那我想开一个自私的舞蹈工作室 然后我喝豆浆喝一杯 扔一杯 买两两包吧 开一辆 开一辆 人小心 我爱你 师傅 能不能求你件事啊 说 能不能借你肩膀靠一下 什么 我好想 我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啊 我每天都要一个都会心情 我欠你的身影 我觉得你为了你干我一起 就在我眼里 你不想你啊 我好想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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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出来 我好想你啊 我愿意 你还要出差了 我你都时间就无奈了 在这世间上没有天使 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 让我发了风 甘心血流不止 也不让你和幸福相逝 在这世间上没有天使 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 只有我一天再勇敢成一次 想起你 有点我愿意 无法我天使孤独 终于明白你的心充满憔悴 我用我的方式为你解开事与愿违 就算让我拼了你受伤受罪 我也不会让你流下半颗眼泪 在这世间上没有天使 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 让我发了风 甘心血流不止 也不会让你和幸福相逝 在这世间上没有天使 只有爱与不爱的故事 就让我为你再勇敢下一次 就让我希望你 爹 我昨天早上要 我本天跟我们俩个对微信记录 你放心 我一定会替你照顾好婆婆的 你 我会照顾好她的 你快点回来 我一定会 你来信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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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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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最好的 我今天是国家的派遍 我本来看到你们俩颜色的日子 这次是我们俩颜色的下面的墙盆 你能够的线色的钮 我做一个问题 你一个人的线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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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姐 你不找我 你们先聊 方姐 方姐 我想跟您签一份长约 你终于考虑好了 我想一直跳舞 相信我的眼光 你不光一直能跳舞 而且我觉得 你会成为一个最优秀的舞者 但是我有个要求 能不能先预制一大笔工资领 可以 但是我也有一个前提条件 让我们在 Rivera 也在一段时间上 但是在梦里 还关于我 同样的 也在梦里 看来 喂 喂 万川 你在我家 吃啊 吃啊 谢谢干嘛 吃啊 干嘛 一直以来我都觉得 你们对我真好 那是 这儿呢是三十万块钱 足够小贤还清所有的贷款 而且保住你们的房子 哎呦 哎呦的 爸你看看 你看看 还是我这大儿子 哎呦我这 干儿子 干儿子 哎呦我这 万川啊 这钱呢 我们不能收 干爹 这钱你们还必须得收 我为了拿这个钱 已经跟人签了一个长期的合约 现在他已经退不回去了 而且现在不也能解决你们的困难吗 嗯 这也是我作为干儿子 敬了一份孝心吗 哎 哎 哎 您看 喂 您看 小贤 小贤 那个什么 妈跟你说啊 是 这个呢 是万川给你签了卖身器 拿来的三十万 是吧 他的意思呢 让你赶紧还给零朝英 是不是啊 那个泥巴高风凉节 嗯 他不让药 看着办吧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你的钱我不会要的 你不要这个钱 难道你能变出三十万吗 你就忍心让跟店干妈睡大街上 我不会让他们睡大街上的 我会跟零朝英说 让他宽容几天 小贤 我们都清楚 零朝英他是什么样的人 如果他能宽容你的话 就不会把局面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在那张黎一婚协议书上签字吧 这万川多好的孩子啊 是不是 你就这三十万不要也没事 是不是 等将来你们真要结了婚 是不是到时候当你们的家底儿 现在我先帮你存着 你干什么 妈 松手 松手 不要 累 把这钱收好了 妈 你别在里面下查发啊 以后这种话也不许瞎说 这种话是随便能说出来的吗 我怎么是随便说呀 你就忍心让我住大大街上去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从明天开始我就搬到正大管家 我让全世界人民看看 我女儿的婆婆是怎么把我轰出去的 小妖儿 这没那么严重啊 你要多严重啊 你还要多严重啊 咱们都无家可归了 你婆婆不脸皮薄吗 我脸皮厚 我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是不是 我就好好扫着她 妈 你能别添乱了吗 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你拿着 你赶紧走 赶紧走 不是 走 快点 赶紧走 出去 以后那些话不许再说了 行 行 我告诉你啊 从今以后 你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